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WSJ曝光 哈马斯武装分子在10.7突袭前与伊朗接受训练 以色列主动公布 因为这推迟地面入侵 南京22年无名女士案告破 细节公布 北京长丰医院火灾调查报告公布 印度在暂停一个月后 恢复了对加拿大人的签证处理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主动公布 因为这推迟地面入侵 华尔街日报 据美国官员和熟悉以色列计划的人士称 以色列暂时同意了美国的请求 即在预期的地面入侵加沙之前 以色列应部署防空系统 以保护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 五角大楼正在争分夺秒地向该地区 部署近10套防空系统 包括位在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约旦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服役的美军 部署防空系统 以保护他们碾受导弹和火箭弹的袭击 到目前为止 美国官员已经说服以色列方面暂缓部署 直到这些设备部署完毕 最早也要等到本周晚些时候 WSJ曝光 哈马斯武装分子在10.7突袭前 与伊朗接受训练 华尔街日报 据熟悉此次袭击相关情报的人士称 在哈马斯17日袭击以色列之前的几周内 该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数百名战士 在伊朗接受了专门的作战训练 这些人说 大约500名来自哈马斯 和一个同盟组织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武装分子 参加了9月份的演习 演习由伊朗伊斯兰级令卫队的 对外行动部门 圣城部队的军官领导 哈马斯袭击者 使用无人机破坏以色列的观察哨所 和高科技监控设备 一些人使用滑翔伞飞入以色列 还有一些人骑着摩托车 伊朗准军事组织通常使用摩托车 但哈马斯直到10月7日才开始使用 美国官员说 伊朗经常在伊朗和其他地方训练激进分子 但没有迹象表明 他们在袭击前进行了大规模训练 美国官员和熟悉情报的人士说 他们没有任何信息表明伊朗进行了 专门为10月7日事件做准备的训练 周三 以色列军方就伊朗在援助哈马斯 和其他激进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 发表了一些最直接了当的评论 军方首席发言人 丹尼尔哈加里少将说 战前 伊朗直接向哈马斯提供资金 培训 武器和技术知识 即使是现在 伊朗也在帮助哈马斯提供情报 自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 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行动 打击了加沙数千个目标 并一直在为地面行动做准备 以色列表示 其目标是瓦解哈马斯 结束其在加沙的统治 这场冲突有可能演变成 与伊朗及其支持的 反以色列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地区对抗 这些组织从也门和伊拉克 蔓延到叙利亚和黎巴嫩 美国已将包括两个航母 战斗群在内的部队调入该地区 他们说巴勒斯坦高级官员 和圣城部队负责人伊朗准将 埃斯梅尔卡尼也参加了演习 10月7日 从加沙地带涌入边境的哈马斯战士 杀害了1400多人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另有数十人被绑架 并带回加沙 成为人质 北京长丰医院火灾调查报告公布 综合新闻 今年4月造成29人死亡的北京丰台长丰医院大火调查报告公布 北京副市长进委被问责 并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另有41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20名涉案人员被警方立案侦查 长丰医院今年4月18日的重大火灾事故造成了29人死亡 42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3832万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认定 这是一起因事发医院违法违规实施改造工程 施工安全管理不利 日常管理混乱 火灾隐患长期存在 施工单位违规作业 现场安全管理缺失 加之应急处置不利 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职责不落实 而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 纪委作为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 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应与严肃问责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由国家监委 及与纪委政务警告处分 此外 在事故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 丰台区委 区政府 六里桥街道党工委等部门的 41名公职人员 也被追责问责 南京22年 无名女士案告破 细节公布 综合新闻 据微信公众号南京警方今日透露 近日南京警方 针破了一宗22年前的女士发现案 事案的凶徒被证实是正在监狱因其他案件正在服刑的邓某某 邓某某在警方的证据前承认当年的杀人歧视罪行 他将因杀人罪再度受审 2001年9月22日 南京警方接到报警称 在玄武区一湖内浮出一尼龙编织袋 袋内发现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士 经勘验确认是一宗杀人案件 案发后 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立即会同玄武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 全力开展侦查工作 不过 调查遇到困难 现场未发现任何能证实死者身份信息的物品 为尽快查明死者身份 当年专案组发动权势警力 广泛走访 查找师员 但获取的有价值线索不多 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虽然案发当年 该案未取得突破 但是南京警方始终以命案逼迫的情怀与追求 全力组织侦破 切实做到案件不破 工作不停 今年9月22日 距离案发22年后 与胡忠发现女士同样的9月22日 案情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转机 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团队 运用最新技术手段 成功发现受害人身份线索 9月23日 刑警支队会同选武分局迅速调集侦查 技术专业力量立足该线索 并结合情报研判 调档查询 排查走访等工作 通过多方调查 缜密分析 最终确认了受害人身份为徐某 至此 案件取得重大突破 民警立即围绕徐某开展调查 通过走访徐某亲属朋友 并查找其当年遗留物品 结合分析研判 专案组迅速锁定徐某重要关系人 因其他违法犯罪 正在监狱服刑的邓某某 9月29日下午 全副武装的办案民警 驱车前往邓某某服刑的监狱 在宣读了相关法律手续后 将邓某某压上警车 压回公安机关再度开展审查 在大量证据面前 邓某某彻底交代了 因矛盾纠纷而杀人的犯罪事实 印度在暂停一个月后 恢复了对加拿大人的签证处理 加拿大环球邮报 印度政府在上个月暂停服务后 已经恢复了对加拿大人的签证申请处理 这一暂停是在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指责印度参与在加拿大境内 谋杀一名加拿大公民之后开始的 签证处理的恢复 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改善 自事件发生以来 两国一直处于危机之中 在陶斯普维部落 陶斯普维部落 这个几乎在一千年间 几乎没有变化的小美国城镇 英国每日电讯 陶斯普维部落是红柳人的家园 是北美最古老的居民社区之一 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该地区是一个原始的火山峡谷 被广阔的开放景观所环绕 没有电力 自来水或手机信号 尽管受到天主教的影响 陶斯普维部落的土著人民 与他们的本土宗教保持着紧密联系 自然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指导力量 前总统在书中表示 他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命运 发表了粗鲁的椭圆办公室言论 未报 前共和党代表亚当 金辛格在即将出版的书中透露 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一次关于叙利亚库尔德人命运的简报中 打断并问道 我为什么要在乎 金辛格还写道 特朗普的第三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 博尔顿感到绝望并难以集中注意力 特朗普此前曾被指责发表粗俗言论 包括称海地和非洲国家为史坑 Dajarda分析师对加拿大房地产行业的估值 进行了大规模削减 加拿大环球邮报 德加银行分析师凯尔·斯坦利 下调了对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行业的预测 将其覆盖范围内的资本化率 提高了25个基点 这导致他的每单位净资产值 Nelpu估计下降了7.3% 斯坦利认为 私人市场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 以及货币市场工具相对于REIT和其他利率敏感行业的吸引力 是下调的原因 美银美林BuffA大宗商品和衍生品策略师弗朗西斯科布兰奇警告说 如果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 油价可能会飙升至每桶120至130美元 加拿大封印银行Scotiabank策略师雨果 圣瓦利指出 欧洲 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初步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数据都表明 全球经济正在走弱 特朗普的前修理工将在激烈的第一天后继续作证 未报 唐纳德 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 科恩在法庭上作证称 前总统指示他和其他高管夸大其资产 以提高他的表面财富 科恩的证词是针对特朗普及其家族企业的一场审判的一部分 该企业已被发现有欺诈行为 此次审判将确定其余的阴谋指控、保险欺诈和伪造商业记录的惩罚 特朗普一再否认任何不当行为 并试图贬低科恩 后者在2018年承认了重罪指控 中国黑帮被指控通过前部长宣传的企业洗钱2.28亿美元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警方逮捕了7名涉嫌洗钱2.28亿美元的跨国犯罪团伙成员 据称 该团伙利用由中国黑帮秘密控制的长江汇款帝国来洗钱 该团伙成员被指控指导 由组织犯罪客户如何通过使用虚假发票和掩盖故事来掩饰可疑资金的流动 这次行动持续了14个月 导致超过5000万美元的豪华资产被冻结 这次逮捕行动是继今年2月 警方解散另一家涉嫌中澳洗钱组织 并查封了大约2亿美元资产之后进行的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一个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为你们带来最新的新闻资讯 今天的新闻简报包括 北京长丰医院火灾调查报告公布 以色列同意推迟地面入侵 哈马斯武装分子在伊朗接受训练 南京22年无名女士案告破 印度恢复对加拿大人的签证处理 陶斯普为部落的古老小镇 以及特朗普的前律师科恩继续作证等等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这些新闻吧 首先是北京长丰医院火灾调查报告公布 这次火灾造成了29人死亡 42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达3832万人民币 调查报告指出 这是一起因医院违法改造 施工安全管理不力 日常管理混乱等原因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 这次火灾的发生让人们再次关注到建筑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吸取教训 加强管理 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 接下来是以色列同意推迟地面入侵的消息 根据报道 以色列暂时同意了美国的请求 即在地面入侵之前 以色列应部署防空系统以保护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 这一决定显示了以色列与美国的合作关系 也体现了以色列对美国军队的支持和保护 毕竟 保护自己的盟友是每个国家的责任 再来是哈马斯武装分子在伊朗接受训练的消息 据报道 哈马斯的数百名战士在伊朗接受了专门的作战训练 这些训练包括使用无人机破坏观察哨所和高科技监控设备等技术 这表明伊朗对哈马斯的支持和帮助 也显示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这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区域安全问题牵涉到很多国家和组织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解决 接下来是南京22年无名女士案告破的消息 经过22年的努力 南京警方终于找到了女士的身份 并逮捕了涉案的凶徒 这次破案是南京警方多年来持续努力的成果 也体现了警方命案逼迫的坚持 这也提醒我们 犯罪不会得逞 正义终将到来 然后是印度恢复对加拿大人的签证处理的消息 这一决定标志着印度和加拿大关系的改善 两国关系在最近的事件中处于危机之中 这也显示了印度政府对外国人的友好态度和开放态度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印度旅游和工作 最后是特朗普的前律师科恩继续作证的消息 科恩在法庭上作证称 特朗普只是他夸大自己的财富 以提高自己的表面财富 这一证词将成为一场涉及特朗普及其家族企业的审判的一部分 这家企业已被发现有欺诈行为 这次审判将确定特朗普是否有其他阴谋指控 保险欺诈和伪造商业记录的罪行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政府和企业的诚信和透明度的重要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简报 大家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和想法呢 请随时提问和参与讨论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